大家好,我是董瑶琼本人 是我本人在发推特 请大家关注我之前发的那几条推特的内容 我发完这条视频之后,不会再发新的推特内容了 我第二次出了精神病院以后呢 被安排在当地的政府上班嘛 说是上班,其实它就是一种监控 因为我其实去哪里都是受限制的 然后我上班的话 基本上就是帮他们打打电话 抄抄写写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决定要发推特 是因为我已经恐惧他们了 我不害怕他们了 我就这样 如果再次把我关到医院 没有问题 我就一辈子出不来了 我也认了 但是我现在要说 我是要争取我自己的自由 什么自由 我工作的自由 我选择朋友交往的自由 我现在所有的自由都没有 都被限制了 我跟谁去交往 他们都要打听 都要问 他们没有说恐吓你 威胁你 但是他们意思就是不让你去交往 包括我爸爸 我都是没有联系的 我爸爸出了这个事情 还是欧标风告诉我 我才知道的 知道吗 所以 所以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要么就死吧 真的要么就死吧 在这种强压的监控之下 我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 可能会接近崩溃的边缘了 谢谢大家关注我 我也不会去想 今天晚上发了推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也会去承受这个后果 我只想要问我做错了什么 我违反了吗 还是那句话 我违反了吗 或者说我精神真的有问题吗 我在泼沫之前 我还是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 可以去询问我那些同事 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吗 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包括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 医生还问我 说 你想吃